有位70岁的男性病患 因为心脏绊膜问题 造成心衰竭及急性肺水肿 送往急诊室抢救时 已经呈现呼吸衰竭状态 随即失去了脉搏心跳 为了抢救病患生命 急诊室团队立即启动 eCPR流程 我们在这一类 因为心脏肺脏问题 而导致心脏停止的病患 我们除了做高品质的CPR之外 我们也同时启动了 我们叶克膜的团队 那在我们跟心脏外科 通力合作之下 那我们在这个20分钟内 就把这个叶克膜的机器架设完成 那病患的这个血液 也就有及时的充满氧气的血液 进到病患的这个体内 让病患呢 有机会能接受下一阶段的治疗 所以这个病患 我们之后就由心脏外科来接受 那做了心脏的一些这个手术 eCPR抑制ECMO加上CPR 也就是叶克膜和高品质心肺复苏素 根据统计心跳停止 若发生在道院前 最终急救存活率仅2%到3% 但若及时施以eCPR 存活率则可大幅提升达40% 假设是心脏停止发生在道院前 其实它的最终的这个急救存活率 大概是2%到3% 那我们如果这个心脏停止是发生在医院里面 我们及时的做抢救 及时的做CPR 它的急救存活率大概是20%左右 那借由我们加入这个 eCMO加上高品质的CPR 我们可以把这个存活率拉高到40% 所以这个是在研究上 已经是可以明显改善病患存活率的一个方式 只是说这样子的耗费的医疗能力跟资源 非常的庞大 所以我们会在特定适合 而且的确对他有帮助的病人 我们才会把这个流程加进来 最近天气多变 因为心血管疾病而就医的病患 明显增多 急诊室医师尤俊豪也提醒 若在家发生胸闷冒冷汗等症状 千万不要拖延 尽速前往医院就诊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道